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我们又话说回来 许若萱这件事情 一个是巨婴 一个是地裁 我为什么这样形容呢 巨婴就是像王力宏这样子 基本上声量炒作光环 都不需要靠别人 其实他整个团队跟他自己 就能够把自己 垫上了一个天堂的位置 就像前面提到 王碧胜 李伯璋 就算出了任何状况 他后面总有团队 会帮忙巨婴去收拾 所以你只要撑住你的光环 你还是可以活在光环里面 那为什么讲地裁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前子已经提到了 因为许若萱的程康环境 跟王力宏不一样 虽然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同一个时间进入演艺圈 许若萱14岁的时候 因为他家境贫穷的关系 他14岁中学没有念完 他就错学 然后开始参加比赛 然后就进入少女队 然后之后就在台湾发展 又到日本发展 我想喜欢所有学员都知道 然后他已经能够 这么长时间 在演艺圈30年了 你知道就演员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有时候他的表演 会内化成他的日常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各位记得吗 前一阵子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 就前一阵子上一个农历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这个电影叫《孤渭》 对 这我也看了 《孤渭》这个电影 许若萱不仅是在戏里面演二女儿 他其实是这个电影的监制 所以他当时接受访问的时候 这个访问他的媒体 曾经写了一篇他的策记 就是说许若萱迟到了 然后到现场之后 他还特别问 今天是谁要访问我 有个记者走出来 他就给那个记者一个大大拥抱 然后许若萱的团队 就对于灯光师 架灯光有点意见 当双方有点争执的时候 你知道许若萱就很厉害 他马上就露出可爱的笑容 就说是这样的 我右边的脸会比较瘦 所以你那个灯 应该架在什么位置才对 你懂就是你知道 这个在演艺圈30年的演员 他能够把他要的东西 透过一种用温柔的方式 给你强烈的诉求 那这一次 他卷入了王力宏离婚风暴 大家都说 这三次的声明跟律师信 都没有办法直选 各位最近风向逆转了 这个风向逆转 是因为李云峰的律师信吗 不是 李云峰的律师信 可以问所有的人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内容还是说不清楚 但现在说不清楚 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整个风向有点逆转 它的逆转来自于一个关键是 李静磊被堆高成了 雷神这样的地位 可是各位知道 媒体的效应就是 当你绷得很紧的时候 它就会露出破绽 李静磊的诉求再三的说 我举例第一件事情 没有要钱 没有要赡养费 可是最后一篇文章就说 我要打官司了 打官司不就是要争财产吗 这跟钱不就有关吗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在李静磊说这个人妻 用撒娇勾引 怎么样怎么样的 跟王立宏之间如何 因为他也没有说 徐又轩三个字 到最后李静磊的文章 要只占文当中 也没有提徐又轩 可是徐又轩 这三次声明当中 他已经承受了 很大的打击跟影响 我们都说过了 显然王立宏救不了你 李静磊也不可能去救你 可是大家会觉得 那李静磊这个控诉的里面 这个人妻显然都是一些 在结婚前的事情 所以现在风向有一点点变了 就转了 为什么 包括大陆的一个网红 这几天也发了一个文章 好多人阅读 好多人浏览 就是这个网红说 他没有不支持谁 或讨厌谁或怎样 他说他整个看了 李静磊的文章 他说如果你控诉王立宏 欺骗人家 然后人设崩塌的话 那你不也是那个帮凶 那这样说起来 李静磊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他说八年来 他受到了霸凌 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之类 等等 那再你知道王立宏 是一个不可靠的伴侣的时候 又为什么要跟他生三个小孩 所以这当中也有很多很多 值得去争议跟讨论的 那因为李静磊 这个部分出现了破绽 才形成很多人开始 愿意去听徐若萱讲的理由了 那我话说回来孤魏这个故事 我为什么特别提孤魏是 徐若萱在孤魏里面 演的是这个二女儿 然后二女儿是一个整形医师 自己结婚也有一些状况 可是孤魏 他的故事主轴是在陈淑芳 他演的这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是一个虾卷餐丁的老板娘 他有三个女儿 他的老公 然后他的老公这个角色 是龙少华龙哥演的 是一个大家知道 就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花花草草特别多 然后年轻的时候 就抛弃了他的孩子 跟他的太太就出去了 那出去之后 等到老病残 然后往生之后 家人才发现就是说 原来这么多年 外面都有一个红粉知己 也等于像小三这样 角色在照顾他 最后这个丧礼上 是大老婆离开了 反而是小三来主持这个丧礼 其实孤魏的精神在这里 可是徐若萱当时他就有讲 他说他为什么要接眼孤魏 就是孤魏就是他的人生 他就提到说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徐爸爸就离开他们了 离开他们之后 在很多年之后才发现 爸爸身边也有一个阿姨 阿姨也回到家里面 他们家人也接受这个阿姨 然后他们觉得 正宫也好 小三也好 对徐若萱来说 能够陪伴这个男人的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伴侣 就像我们在电视剧里面 看到那个说辞也就是说 在爱情里面不被爱的才叫小三 所以正宫跟小三的地位 显然有时候对徐若萱来说 他会觉得能够陪伴的 才是真正的伴侣 所以现在我可以这样直接讲吗 李静磊其实已经某种程度 帮徐若萱洗牌了 或者是帮了徐若萱一把 让徐若萱看起来 已经脱离这个风暴了 我完全全脱离了吗 我当然没有完全脱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一些民调的显示 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 我也看到了 还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很多人认为 徐若萱那你还是有责任 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人妻的话 你会不会对李静磊 是某种程度的伤害 如果是的话 我要强调 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说 徐若萱一定是那个人妻 但另外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 会认为说 那你们就还了徐若萱一个清白 他现在多惨 对不对 对他的家庭造成伤害 对他的代言造成伤害 对他的形象也造成伤害 所以这几天 当然也有一些人形容说 徐若萱一直不断的cue自己 然后他也会仰天 就是望着天空 然后流着眼泪 然后会说这个霸凌 造成一些创伤后的 争后群之类的 不过我没有站在任何人那一边 我持平点说 我们又回来刚刚的路西派 跟献哥那件事情了 徐若萱现在的作为 也就是借力实力 前面对他是一个伤害 后面风向转了 那既然风向来了 我要不要趁这段时间 努力再电高 可是电高的同时 我真的希望徐若萱 也要听进 有一个两星座家提醒的 就是说差不多就好 不要给自己加太多戏 你知道戏加多的时候 他也会有后作力 这也就人生 对不对 李建磊也是某种程度 也加了太多戏 所以这个崩到最紧的时候 其实松掉了 有一些势力 往他身上来反扑了 艺能界跟政坛 何其相 有很多的是 人为刻意的操作 有一些是 有人说是因果报应 突然就一波一波涌上你了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联合报的社论 其实这个都是社会上 大家在讨论的话题 你不要觉得它是绯闻 或是艺能界的一些 花花草草的事情 从王力宏事件 可以得到什么呢 大众看到从窥私 我们很喜欢看别人 尤其是名人 艺人 政坛人物的一些私事 到责任感 是不是你可以从中间 拿到这个责任感 我们是集体丧失吗 来 请教伟翰 联合报这个社论 可以说是很大的命题 我比较喜欢是一码归一码 就像徐若萱 他已经跟大家讲 他没有对不起他的先生 其实王力宏他已经闭口了 可是王力宏之前那一篇是说 他没有对婚姻不忠 他的意思是 那可能婚前或怎么样 或是分居 好 那重点在于 这个事情 徐若萱跟王力宏 他们现在目前都没有在讲什么了 我比较想跟大家谈的 是走上角那个话题 因为身为之前台北市的记者 我也不是隐居记者 我也没有手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因为昨天下午我也坐在这边大白话 小葛在讲说 应该是还在饭店里面 那你从他的判断 从昨天一整天 大家知道 昨天是根据我们的防疫规定 如果他选择是C方案 他必须离开的时间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选什么 因为他也没有对外奖 早上大概10点多送咖啡很冷 11点半的时候 因为过了11点大家紧张 因为11点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 因为11点就是饭店的退房时间 几乎都是 那你既然已经退房了 对 你既然已经退房 你去回到你的居家检疫 你就要离开 所以11点防疫健所都来了 结果11点左右的时候 防疫健所来的时候 突然端薯条出来 那你给我薯条 我拿着薯条 我怎么按快门 我就紧张了 然后就说有的人说 狗仔是不吃的 大家就准备要拍他 没想到过去以后没事了 下午4点多我坐在这边讲 看起来他人应该还在饭店里面 结果他真的在8点半离开 观众朋友 要不是因为他跟饭店老板是朋友 你有可能能够待到11点退房之后 到晚上8点半 他可能加买一天 那不行 因为他是防疫旅馆 他是防疫旅馆 他也不可以到一般的旅馆去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这中间 我已经讲第一个问题了 他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房间 多待那么多时间 好 那第二个 市政府的规定 还有指挥中心的规定是 7天到了你要换点 但是他没有规定 你11点要换点 11点是因为我要退房 对 那旅馆的规定 那旅馆显然让他待到了8点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观众朋友要注意听 他的那个时间挑得非常好 如果我们常常有讲高人指点 我跟大家说 因为一整天 你已经一次薯条 一次咖啡 已经两次借心 到了下午都没有事 然后人都走光了以后 我跟大家讲 各媒体其实那么冷的情况之下 会回报 好像没状况了 晚上8点半是什么 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白天半的这个 全部都已经下班了 小夜班刚来 可是现在目前 礼拜要礼拜天 人力又只有一半 昨天是礼拜天 然后小夜之后只剩三组 我不可能三组都在 SNJ只剩一台 把业绩秘密都跟大家讲了 这种时候 他突然8点都跑出来之后 然后他还叫了两台的防疫计程车 拉上黑布 我铺了那么多梗 我只要跟大家讲 台北市政府记者可以去卫生局了 防疫计程车 我如果是所谓的检疫人 我只能叫一台 只能叫一台 他怎么可以叫两台 所以其实我跟他讲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 两台计程车 有一台是防疫计程车 但另外一台根本不是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别 就计程车就来了 上面没有记号 对不对 然后出来之后 往左边跑 往右边跑 各一个 那记者就往左边 因为左边是长春路转敦化北路 是大路 大路可以开得快 应该在那 跟着一直走 最后居然走到国庭去了 就他的房子 那就对了 就一下子一看 居然不是 另外一台往右走的小路 这是华融道事件 你去看一下三国人动物在讲什么 所以其实这一次王力宏 他逃脱SL 这事情确实高竿 但我昨天就已经有讲了 又怎样 你不管是一个月以后被拍到 还是半年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 你再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时候 所有要问你问题 还是要再问 你这个躲掉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可是强度可能减低很少 你就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就要回去了 有什么事情我再发声明就好了 而且我们也不能靠近他 何必这样 不过可能在王力宏来看 就是强度已经减低很少 减低到很低 如果说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或是明年他再出现的话 可能强度就低很多了 我刚听盛兵姐讲到徐若萱的部分 我很有感触 我不是很了解 就徐若萱跟她的老公 你为什么不告人 当然前迟这个就是 我们社会新闻讲的 以送指棒 那以送指棒他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对一些小孬孬的 嚇阻力是在的 就是以送指棒 那我想询问徐若萱 你为什么要难过 你不是问心无愧吗 前迟之前在你的YT聊天室 有一个网友 一直秀利我 他的ID取什么 陈辉文老处男 那我要难过吗 他就各 他不是只有在你这台 你干嘛憋住笑 你在内伤 他都各台都讲说陈辉文老处男 那我要难过吗 我要证明说我不是老初男吗 我不懂徐若萱的难过是什么 就说我不是第三者 我没有介入王立宏的婚姻 然后王立宏那个约 那个也不是跟我 那你难过啥价呢 你应该去告这些 每个都求偿 你害我盛美姐 然后广告答应损失好几千万 每个都求偿 那法官会判 我就把这个钱来补我的 这个损失才对 因为你难过什么呢 你又不是小三 你也不是小四 前迟我演艺圈 我要以盛美姐 马首是章 我看不懂 你是在江湖上 对不对 你要像我一样 他叫我老初男 我就不是 至少我今年 不讲这个 我不晓得他发那个动态在干嘛 很像你有创伤或压力症候群一样 你应该是很阳光讲说 绝对不是我 我恢复正常的工作 这样子大家对你的质疑 你越难过 越可疑 不是这样子吗 是 他可能不像程辉文这么钢铁 虽然他说他是钢铁V 他说网路霸凌 他有写网路霸凌的创伤 他说可能是网路霸凌后的 创伤症候群 而且他太爱 太在乎这个成长的地方 我正要请教这个 他不会提告 为什么 一旦提告之后没戏场 对艺人来说 提告没戏场 因为提告之后 就没有一种望天 然后流眼泪 你说这是射出来的 对艺人来说 他就是一个要刷屏的概念 他的功能在这里 他不是 对 刷屏 他要不断的抒发自己的心情 他也是在草新闻吗 不要看盛美姐 但是一旦 那就害你好了 一旦公众人物 他只要去提告 不要忘记你进行 任何有什么外遇不伦的 最后他也没有提告 是因为你上了法庭 你经得起这么严厉的检验 这就是问题了 我请教你 他为什么要难过 刷屏 他的难过 他要告诉大家 难道他难过是假的 那个鉴商布条都拉下来 你难不难过我 都不会难过 还是说他要难过 然后大家给他胡胡秀秀这样子 不是 前子 我的邏輯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莫须有的 真的不是我 那就没有什么难过的理由 今天高嘉宇在你的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演员会把他的表演内化成 他的生活 他应该听不懂 他听不懂 前子在你的节目 在你的节目 你的那个网路直播 有人恐吓高嘉宇说 高嘉宇你也违法 对不对 你是高嘉宇你看了会有feel 那你今天在 你现在斗内的人说 陈慧文你违法 你说你是犯狗 我为什么犯 我根本 I don't care 因为根本就不是我 如果你没有做 陈慧文问心无愧 陈慧文你介入黄伟翰的婚姻 你也好 他夫妻两个我都认识 我介入他什么婚姻 你是认识 我根本就不在乎 那根本是笑话 所以从后人是说 徐柔轩应该是跟我这样的态度 才对 徐柔轩如果你没有介入人家婚姻 如果你也没有做这些事 我也介入前子跟他男朋友吗 他男朋友未认识 你也好了 我就别再举例了 他老婆未认识 你这个根本就 那个逻辑根本不通 所以我们最后问盛美姐 是不是艺能界 或者像我们一般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想法跟做法 非异于常人跟我们不一样 当然各位 我们有的时候会残忍点说 基本上艺人他会跟商品差不多 所以他当然希望他的存在感 他不断不断的去告诉大家 他有多难过多辛苦 但是一旦他要提告的话 这是我刚刚讲的 提告要提出很多的证据 对这些艺人来说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惠文他基本上 他还是跟一般的人的思考模式不一样 我们常常讲艺人异于常人 我最后一句 要真的提告他 要提出证据的人是那些网友 而不是徐若萱 你指控我是小三小四 你要你举证的人 你不是我 我不必证明我不是小三 你要证明我是小三 倒霉的是那些网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告最后马上回来